我自己就觉得是很日式cafe 因为这些日系的钢琴音乐 坐在这里吃个早餐也是非常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Film Line of Boss Film Line of Boss是分享一下我怎样去学习了一个Digital Nomad 继续在清迈我们都去了不同的cafe 清迈很出名的cafe 这个无意之中晚上走过见到但没有开 叫做The Art Roastery 名字很漂亮 看上去都很漂亮 于是鼓起勇气进来看看 结果没有令大家失望 这里是一间玻璃屋 里面有很多小鳥 有些鹦鹉就会站在老板娘的肩膀 有些小鳥就会走过来陪你吃东西 我相信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那么价钱呢 大约跟一般的cafe差不多 这里出名的Art Coffee 就75元 75匹 而这个Big Breakfast 就大约200匹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 我都非常推介 在柔黄的音乐也不算很多人 好 正在用0.5广角的 这个就是Art Rosary的门口 接着就有一些很漂亮的 庭园仔 加上隔壁 加上隔壁的餐厅 就有一个小池塘 那些外国人早上也喜欢在那儿喝咖啡 那我自己呢 就喜欢进去里面的 那就是一个玻璃屋 那就是这个玻璃屋 我自己觉得是日式cafe的 因為有些日系的鋼琴音樂 坐在這裡吃個早餐也是非常好 剛才也說了最特色的就是 這裡有兩隻小鳥 一隻就會在老闆娘的肩膀的鸚鵬 第二隻就是黑色尖嘴 不,是尿哥 應該是 一個很漂亮的餐廳 另外一邊呢,我都沒去過 看一看 打開門口 好 龍裡面有一隻大的鸚鵡 另外一隻在肩膀是黃色的 這隻就是綠色的 你好 你好 他是不跟我聊天的 這裡又有兩隻小鳥 也有很多小鳥 很可愛 很漂亮 過了Arch的拱門 你會看到有第二個空間 但我覺得都挺正 那就是一個另外的一個空間 有洗手間 有洗手間 它 也是一個 這個環境 很漂亮 我覺得很漂亮 有一個餐廳 有一個貴賓房 另外這邊也挺有趣 就好像動物圓一樣 有養了 這個是什麼呢 我都對於這些動物的認知比較低 我也挺肯定不是恐獎 但是大鳥 上面也有 我覺得是有 就像是一般 類似Safari和魚圓一樣 好 非常有趣 剛才也是 有個女人就按她 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多鳥 有很多細菌 我想你平時有的就不要太老頭在這裡說人 另外一邊也是吃東西的地方 也是很休閒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非常棒 這間餐廳我都很推介 很舒服 不算很多人 而且老闆和服務員都很好 好 今天介紹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也想來這間這麼漂亮的 Art Rosary Cafe 可以PM我 又或者 好吵 或者如果你喜歡我的短片 可以Like和Subscribe my channel 下次見